我接行動電源 我現在走這邊是會比較怪嗎? 其實不一定 因為感覺比較少人 左邊可以撈個Shop 做個節節 這裡走去就是那個欣平街 這裡我把這裡面的紅色的線拿起來 藍色的線 好啊 好啊 那我們做個Bandman 好啊 你有看到紅色嗎? 我已經有藍色的 沒有藍色的 而且你怎麼拿去? 還有兩 那你跟我拿去我來找 對啊 相信了 我們好像要走前面才會 遇到那個小燕團團會 到下樓 那邊有空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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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積 可是他累積是 有可能是從以前 就是這個帳號的累積 因為那個優勳算法好像算整個帳號的所有收看量 今天的話大概都是600到800個人在跑 好 現在大家都抬頭看 應該是又有直升機要經過了 不要再說 我們在一起在墾丁座好幾天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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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走那邊嗎 說 他想去台灣 台灣團的攤位 不知道 那麽不知是 登龍街在這裡 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昨天晚上吃宵夜 來這就是 一個目標 他們正在做直播 你會不會有機會 好 行行行 一個目標 很快達到 他说希望目标很快可以达到 他说目标希望很快可以达到 大家的目标 然后这边主要是街站 这条是一条商业小街 我们现在就从这里出去就到游行的另外一个大道在前面 对啊 这条小道没有受游行 很多店子都关了 可能知道没生意做都关掉 你看这些小盘都关掉了 然后我们出去大概应该 大概 你来 我们现在想进办法走比较顺畅的道路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 我觉得跟在台湾比较不一样 是大家都非常守规矩的顺着规定的道路走 那其实其他一般周边的道路还是跟平常一样 就是充满着逛街的人潮 那我们现在呢 为了想要赶快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 所以我们走回了大家一般逛街的路线这样子 像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少女们非常喜爱的Forever 21 对 他开到凌晨一点 所以可见香港的购物是非常的蓬勃发散 凌晨一点都还有人要逛街买衣服 那左手边来就是港岛区